近日知名作家溜溜一篇我要的只是公平文章引发全民吐槽 由于买到一箱烂山竹投诉无门溜溜溜微博维权或众多网友热议 7月18日中午许久为更新微博的国民老公王思松转发溜溜微博表示支持 更爆料自己的私人信息遭到泄露 就在7月18日中午国民老公王思松转发溜溜微博并写道 写得很好不知道前因后果的可以看看溜溜的前几篇微博 作为拥有同样经历的人我特别赞同溜溜 不管是大V还是老百姓都希望能获得消费者该拥有的尊重和权益 前两天才诡异的我买个组装机 第三方也不知道是脑子嗅逗了还是怎么了 把我私人信息截图给发微博上了商家也没给个说法 然而网友并不太关心王思松微博说的啥内容 纷纷留言老公你终于更博了